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昨天民進黨的發言人台北市議員簡書培 在市議會質詢的時候 要求台北市長柯文哲 附送蔡英文總統的四個堅持 若不遵從就必須要向蔡總統道歉 這種反民主、反言論自由的做法 作為台灣本土政黨、台灣民眾黨 我們在此表示強烈的譴責 我想請問簡議員幾個問題 第一點,請問台北市議會規則 有規定議員可以強迫市長如何回答嗎 一定要依照議員的要求 以負送的方式回答嗎 第二點 依照憲法規定是屬於言論自由權的範圍 怎麼能夠強迫他人認同 請問簡議員 你的言論自由標準何在 在柯市長回應 台灣是個獨立自由的國家的時候 簡議員強調 不要跟我廢話 難道我們的獨立自由是廢話嗎 事實上本段過去已經多次聲明 包括臉書發文內容 都強調認同蔡英文總統四個堅持 那為何還要在議會附送才算認同 難道今天要擺脫中共同路人 都要用附送 附送四個堅持的模式 一定要這樣做嗎 那這樣子民進黨是不是乾脆發給每個人民 去附送 甚至背送 那是不是更能夠貫徹蔡總統的旨意 請問這是在搞文革嗎 對不起 這種方法我們恕不奉陪 那我也想請問蔡總統 2016年你當選總統的時候 曾經表示 我當總統一天 沒有人需要 為他的認同而道歉 你現在 你這句話現在還算數嗎 還算話嗎 民主進步黨 空有民主進步之名 實則既不民主 也不再進步了 我也想請問簡書培 你是不是角色錯亂 你利用議會的殿堂 你利用議員的角色 可是你在做黨的發言人的工作 你是不是角色錯亂了 或許 昨天這種做法 正好讓全台灣民眾 看清楚民進黨的真面目 蔡英文 請觀觀的黨員 請觀觀的發言人 請觀觀的從政同志 別以為靈壓歷史就占了便宜 這只會自曝其短 反倒是自食俄國 最後恐怕是賠了夫人 又折兵 台灣需要這種集體拍馬屁的文化嗎 謝謝 好 那我們換寶貞 好 大家其實昨天 如果認真去看這個諮詢的影片 本來呢 簡書培這個發言人 他在現場在問柯文哲市長的時候 其實柯市長他已經開始說說 好 第一點我沒有不敢講 我就講第一點 他已經要開始講了 但是簡書培議員他做的是什麼 好 市長你不要給我浪費時間 我就想你不敢講 到底是誰在打斷誰 本來是市長他已經要開始講 他已經要開始去說這四個堅持是什麼 但是呢 為什麼簡議員他一直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打斷 非常可能就是他如果沒有打斷的話 他後續排好的貼紅色標籤的劇本 他就演不下去了 所以變成他在現場就要一直不斷的去打斷柯市長 那到現在為止 昨天我們已經發出了強烈的譴責聲明 請問民進黨現在全部噤聲是什麼意思 假裝沒看見嗎 你們不應該跟你們之前那些追求民主自由進步的 這些創黨大佬們來道歉嗎 現在民進黨你們還對得起你們民主進步 這四個名字這四個字你們所謂的名稱你們現在還配得上嗎 你們完全就已經在走一個新威權體制的一個路線 你們囂張跋扈的一個態度大家都看在眼裡 你們完全就在讓台灣走一個倒退路 你們還對得起那些創黨元老嗎 你要對那些人道歉嗎 你要對全國人民道歉嗎 昨天簡書培議員他透過這種在議會質詢的手段 然後公然的去做一個公審 柯市長說你必須要一字一句的來附送 所謂的四個堅持 請問已經要到這種地步才是真正的認同嗎 待會我們也會請怡萱來跟我們講解 就是我們其實在官網上還有臉書上已經多次的有發布聲明 我們就是贊同這四個堅持所謂的一個定調 為什麼柯市長說這是廢話 不代表他不認同 所謂的廢話是因為這四個堅持基本上就是最大公約數 是多數的主流民意都贊同的一件事情 那你為什麼要不斷去提起 比方說其中的一個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這個誰不知道 那為什麼蔡總統要特別在國慶談話當中拿出來講 那現在還要人家去背誦請問是蔡雨露嗎 那請問民進黨你們現在是 是不是要開始變成你們自己原本最討厭的那個樣子 好那所謂的四個堅持我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蔡政府真正在做的四個堅持是什麼 大家不要以為是國慶談話上面的那四項 這邊我們講到蔡政府真正的四大堅持是 堅持大內宣堅持大撒幣 還有堅持打高端甚至是堅持沒有會議記錄 一個政府走到這種地步像話嗎 沒有會議記錄這種事情講得出口 特別像是行政院長蘇貞昌 之前在立法院做這個背詢的時候 還洋洋得意的說啊我今天一早來這個 立法院背詢之前我早上也開了一個會 也沒有會議記錄啊 還可以講得這麼堂而皇之 然後臉不紅氣不喘的 這是一個政府該有的樣子嗎 我相信其實人民非常不樂見 那你怎麼可以到現在為止 然後可以放任 簡書培發言人 在這個議會的殿堂上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民進黨到現在沒有坑聲 請問你們是默許嗎 那請問蔡英文總統 就像剛剛秘書長講到的 你2016年講的那段話還算數嗎 現在人民已經開始出現了一個寒蟬效應的氛圍 到底是誰造成不就是民進黨造成的嗎 你看現在這個可能只要批評政府個幾句 我們想要監督政府個幾句 一般的老百姓在網路上他可能發表他的言論 時不時警察就會說 欸我要用色違法來辦你喔 請問言論自由何在 民進黨你們當初所追求的那些理想到底去哪裡了 請問你們還要這樣到什麼地步 你們要壓敗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接下來請宜萱 好我想請問一下簡書培議員 昨天你在議場上面 你到底是台北市議員還是民進黨發言人 如果你是台北市議員 那你根本就是用意識形態在做選民監督服務 如果是民進黨發言人 那你根本就違背了民主進步的價值 我想問一下簡書培議員 用這樣子強行威權式的方式 去要求一個行政首長在民主殿堂上面 講出統治者的口號 這不是極權國家在做的事情嗎 那我想問一下 這跟民主進步的價值是不是有違背 我想請問一下簡書培議員 那你是不是要要要求同樣的要求 所有的民進黨官員 所有的執政官員 所有的人民來 那背誦附誦大聲喊出 蔡總統的四個堅持 那我們既然我們也要問 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在質詢的這個過程當中 時間是非常寶貴的 你在這個議場上面 你浪費時間 在預算審查的這個質詢上面 你浪費時間在質詢 要認同所謂蔡總統的四個堅持 那我想問這樣子難道 不是對不起你的選民嗎 公然在民主殿堂上面 試圖控制行政首長的想法 這難道不就是極權國家 控制語言 控制思想 進而控制一切的手段嗎 好 那既然講到 蔡總統的四個堅持 其實柯主席柯市長 他其實也講了 他認同蔡總統的四個堅持 而且台灣民眾黨 其實我們早在10月13號的時候 就已經在臉書上公開的說 要打造中華民國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 已經是台灣絕大多數民眾的共識 所以我們並沒有不認同蔡總統四個堅持 可是現在竟然要我們一字一句的 把這四個堅持一字不漏的背出來嗎 請問一下有需要這樣嗎 那我們就想問了 身為在野黨 我們要監督執政黨 四個堅持 為什麼柯主席說是廢話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想問 民進黨政府執政 有做到說到都一樣嗎 我們要問的是這四個堅持 之後還有沒有什麼更多 我們必須要注意的事情 民進黨說要休憲 下修公民權18歲到底做到了沒 國民年金 勞保年金破產 然後社會安全網 礦業法修法 這些 我們到底看到民進黨到底做了什麼 選舉 明年就要選舉 結果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各地方都在擺砍板 各地方都在這個 搶佔這個空戰搶佔位置 要來進行選舉的利益分割 那我們想問 究竟這樣子的政府要帶給台灣人民走向什麼樣的未來 那現在我們就要說了 民進黨上上下下到底要不要對簡書培議員的作為做出回應 這樣難道他的做法 難道就代表民進黨你們的做法嗎 到底要不要做出回應 簡書培議員說 四個堅持當中 我想他可能沒有了解透徹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要永遠的保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請問簡書培議員現在的做法 對不對得起民進黨的創黨元老們 我們這邊想問 民進黨你們上上下下 要不要對簡書培議員做出回應 好那我們現在最後啊 來喊個火號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喊一句你們喊一句好不好 來 可以嗎 拒絕綠色新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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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現場媒體朋友 有什麼要提問的嗎 我們想問一下 先前黃國書才被告出是限定 那現在施密的又說 施密的又說 施密的說 江鵬正也是限定 也是調查局的限定 那你們怎麼來看 把這個創黨的元老把它搬出來 那是不是也違背了這個 創黨的原本的解決 其實民進黨現在非常明顯的 他們這個憲民的事件 當然這是人家他黨的家務 是我們不方便去多評論什麼 但大家可以明確發現到 他們在做一個派系之間的斗爭 而且因為明年就是選舉年了 所以他們到現在一定會有非常多一些 不管是檯面上或是檯面下去 進行的一些各種各樣的一些動作 有些大動作 就像可能黃國書這樣被逼到退黨 那有一些可能比較小動作 他們私底下去喬一喬 那可能就沒事 所以我覺得現在連就是剛剛有提到了 是不是連創黨這些人都要開始被挖出來 那我是覺得民進黨有必要 就是弄到這種地步嗎 你們要不要先自己回去的 先自己省思一下 到底你們當時堅持的那些 民主自由的創黨理念還在不在 比方說你四個堅持喊得很好聽 那請問當時是要讓黨政軍退出媒體的 又是哪一個政黨的政見 現在完全都做不到 現在是網軍治國的一個天價 然後呢時不時就要用這種 可能你就是黨同伐異 你跟我不同的理念跟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思想 我就要來批鬥你 我就要透過網軍的力量 透過社會輿論的力量來批鬥你 請問這是民主進步黨真正想做的事情嗎 那請問你們的黨名要不要改一下 我現在覺得民主進步這四個字 用在這個黨的身上喔 聽起來非常的諷刺 所以我是希望民進黨自己好好再想一想 該回應的該道歉的請不要說 還有其他問題嗎 都OK嗎 好 好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